张医生 让我送你回家吧 我有车 谢谢 你今天明显不在状态 开车很危险 而且对人对急 都不负责任 我是开车来的 你要是不嫌弃我 开到上 两千的小货车的话 让我送你 不用 谢谢 我不会让你 一个人回家的 什么都别想了 帮我走 小曲 我现在只想清静 对不起 不 你相信我 你现在清静会变态的 我竟然已经看见了 叫负责到底的 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也没有吃呢 我都快饿死了 我在手术室门口 足足等你三个小时 就是为了当面跟你道歉 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我实在是没有胃口 对不起 那你至少让我送你回家 今天已经够糟糕了 我不想让你再发生 更糟糕的事情 我跟她有其他经营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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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痛得要死 做事做到絕望的時候 每當是到 你給我發的短信 我都發誓 一定要請你吃飯 況且以你現在這個情況啊 我堅持也堅信 你必須馬上立刻 現在就跟我吃飯 我只是進了一個 醫生陰盡的職責 你是不是想說 你只是進了一個 醫生陰盡的職責 如果每個病人 都請你吃飯的話 你就是有牛的四個胃 吃不過來啊 可是趙醫生 你跟牛有大大的不同哦 牛的胃是有限的 可是你卻能拿手術刀 給自己的胃價 無數個外掛 你是個神奇的醫生呢 我才剛手術室吧 神奇兩個字 哪裡談得上呢 怎麼 才一個手術下來 就不神奇了 你們醫生不應該都是 看慣了生老病死嗎 雖然說 所以說發生了剛才的事情 不也應該都是你們常見的嗎 所以說發生了剛才的事情 不也應該都是你們常見的嗎 這個病人 是我做值班醫生 接診的第一個病人 有感情嗎 這幾年啊 我看著他病變 惡化 知道了 我也都不能為例 今天這一天終於來了 我的診斷沒有錯 我所有的醫療步驟 都沒有出錯 他在我的預期下死 我能這麼說嗎 不能 但是你不是機器人啊 對啊 我不是機器人 我很難過 我需要回家親戚 親戚是什麼東西啊 哪有親戚啊 我陪你喝酒 酒是喝血花瑜的吧 我能喝嗎 你早就沒事了 能喝 既然你已經批准了 你就得看著我喝 不許賴哦 要是出了問題啊 我可以當場賴在你頭上 不許拒絕 不許設弄 我今天就是拖 也要把你拖出去吃飯 我還要把你拖出去吃飯 他出了 邵醫生啊 你知不知道 紅酒不光是能軟化血管 還可以讓人心情好啊 如果你再試一下 你再喝两大口 保准你心情 比现在好很多 来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 你吃鸡饭 两大口 来嘛 干杯 小块 小火茶啊 你说什么 我会知道我这一天小火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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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曲 嗯 你 真的不是上天 配来拯救我们的妖精 张医生 你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 你吃饭的时候还是说我是精灵啊 这会儿就变成妖精了 对 你是妖精 我没看错 对妖精盯上的就是唐僧 嗯 难道你姓唐明僧吗 唐僧叫三藏 哦 原来你叫唐三藏啊 那么请问唐僧老 你是因为住着吃还是应该炒着吃吗 应该 谁 谁允计你吃我了啊 哈 方森子 妖精一般都是把它 玩腻了以后再吃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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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曲 小曲 你去哪儿啊 走了 不给你反悔的机会 记得给我打电话哦 你回来 小曲 小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